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立新闻的独家镜头 您可以看到其实包括了丢下了一辆的 C123栋是空投了一辆汉马车出来 而这个汉马车是需要有三顶的头雾伞 比非常巨大的头雾伞 让汉马车是很平稳的可以着陆在昌龙农场的地面上 您可以看到其实在汉马车刚刚着陆的过程 其实看起来车子是非常的完整 因为其实如果是一般的汉马车 如果说要这样空投的话 它的配重需要非常的完整 而现在在这个风讯场这里 你已经可以听到非常巨大的声音 就是F16已经是进场了 空军除了派遣了F16之外 它还有RF16征兆机来这个地方进行空中的征兆 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其实这个F16战机 它从来到这个现场之后 就立刻来投下了这个照明弹 它当然这个是一个示意 等一下金国号的金国号战机 就会来到这个现场来丢下这个500磅的炸药 而事实上今天这场演练最重要的是要演练 现在最重要今天这场演练呢 最重要的是要来演练 就是当敌军如果要对屏东地区来实施三期进犯的时候 国军要如何的反制 而现在在屏东昌龙农场 我们所看到的则是有66位散兵 从天而降 其实您可以看到这朵朵的散花 就是一朵一朵的 然后从这C13洞上面 都会有散兵一位一位这样跳出 每一个人跳出的时间距离只有一秒钟 而这一秒钟每一个人的距离就可以拉到 拉到将近对地就有超过66公尺的距离 去年汉光演习 因为这个散兵秦良风在预演的时候 因为开伞吃风不足 造成了这个 造成了受伤的情况 不过今年连云操演的这个散兵跳伞的过程呢 就是选择在昌龙农场 希望能够让这个散兵跳伞能够更加的安全一些 而等一下在这个满风训场这边 演习有更进一步的情况 我们也会随时为您回到现场 召唤给棚内